之前我本身是读专制艺术的 然后我出来过后呢 其实就没有这个工作 然后十多年后 我在回去学校教书的时候 我再问回他们 他们其实也跟我讲 其实大家读了这科出去 都找不到相应的工作 所以我就在想 那个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我们的毕业长 永远都只在学校两天 而没有机会 你放去一个公众的地方 让人家去用 让人家去玩 然后给你feedback 所以这个行业 一直不被人家所认同 可是不是代表 这个行业没有市场 这个市场是有的 可是这边的商家 他会选择直接向国外 请艺术家过来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马来西亚竟然有这样子的talent 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 最主要目的就是 让公众看到他们的作品 我觉得这次的展览的卖点 很特别就是 他是几所不同的学院的学生 一起来做这个艺术展览的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作品的分别 但是大家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们有不同的优点 跟不同的玩法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很有趣的艺术展览 我们在城市里面都很忙嘛 我们其实是不会去公园的 马来西亚人是因为太热 所以我们就想打造一个室内的数码公园 所以你会看到里面的元素会有树 会有蝴蝶 会有水 会有不同 你在公园会看到的东西 有秋千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希望人家来这边体验去公园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带你家人来这边玩 当作是一个游乐场这样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